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。 集赐母猴 燕王征求有特殊技巧的人,有个魏国人自称,能在荆棘间上雕母猴。燕王听了很高兴,便用优厚的待遇供养她。一天,燕王说,我想看看你雕刻的集赐母猴。 这个魏国客人说,国君要是想看她,一定的半年不进后宫,不喝酒,不吃肉,在雨亭日出四明四暗的一刹那才能瞧见她。 于是燕王只好继续供养她,却看不到她的集赐母猴。 郑国有个在官府服役的铁匠来对燕王说,我是打刀的,我知道一切微小的东西都用小刀刻销, 所刻销的东西一定要比刻刀的刀刃大。如果集赐尖小的容纳不下刀刃,那就不能在上面雕刻了。 请国王去瞧瞧那刻人的刻刀,究竟能不能刻就会知道了。 燕王说,好主意。于是把那个魏国人叫来问道,你在荆棘间上雕母猴,是用什么东西雕的? 客人说,用刻刀。燕王说,我想看看你的刻刀。 客人说,请让我回到住处去取吧。于是便趁机溜走了。 这则预言说明,骗人的把戏是经不住合理的推敲和认真的考察的。